空間不開放 那四讀有錢不給錢 也很不難 來看一下我們的 就是九九重陽姐剛過 很多中夥都說台南市的中夥比較沒有價值 那個社會局長 我們就這張圖片來看 右讀來比較 我們台南市跟桃園 幾乎佔那個老人 65歲的老人人口數是差不多 然後三十四萬五千 就是在去年的那個統計數字 但是你看我們桃園跟台南市一比 桃園跟台南市 桃園的九九重陽姐是兩千五百塊 我們是一千塊 他們一百歲以上是兩萬塊的禮金加禮品 我們是一萬塊的禮金加兩千塊以下的禮品 局長你對這樣的一個六都對老人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們確實在重陽已經是比較比不上其他都 因為我們去年開始禮拜那個老人健保 所以其實去年已經花去年到今年的 局長你這樣講不對啊 六都也都有老人健保啊 你不能用老人健保來抹炸到說 醜九重陽姐的一個比較 我剛才有說第一個時間就是說 湯園跟台南市 末六十五歲的中肥是差不多八個 結果他的醜九重陽姐禮金 能夠在對面 對於這樣的一個重陽禮金 我覺得我們小學長對台南市的中肥來說 不夠準中了 不夠準中了 如果說他加五千塊好了 不要說跟桃園一樣兩千塊 加五百塊好了 事實上也才一億七千萬而已 一億七千萬而已 我覺得這個部分 軍長 我們說的 我們不一定比第一名的湯 還不然我們也能夠 蓬身百四差不多吧 是 因為我們的人口所 平不平百萬七 六都裡面平不平百萬七 比較多 如果他這個人口所來看 我們就有一個重陽姐 我覺得我們台南市 小郵隊老人最會苛刻 這個部分拜託局長 你未來能夠再努力一下 這個才能夠 好來 我們現在你請坐 下一個師父有錢不給錢 來 那個民政局長阿久 阿久 阿久 現在現在有名台南市阿久 沒有要高貴 阿久 那個我們前幾年 就有提一個案 就是說 台南市由於縣市合併之後 要經過區裡的合併 他有很多利益都維持 他們所謂的 基本的公共設施的基金 就是13萬 阿有很多利益都維持 也是13萬 他本來是兩個利益 當然我沒有要求說 兩個利益都維持26萬 但是13萬 一定有多當阿 是不是民政局這個部分 能夠再給他們多一點的錢 讓他們更好去推動他們領政的活動 其實 管理就是說 一個利益13萬 用一個基本點來講 其實一個利益的部分 他會擺其他活動 會再申請全案 這不就是 有些人 離完陷阱 到警署經理 所以就保留那種空間 那是要想一個利益 有時候你身上起來 有時候都超過這個數字 你說這個數字 那是盡量我們會用比較方便性的 譬如說比較大利 或是那個人 那個新鮮的人比較多 那個民政局這邊去衡量 不必自性 只要是人 就是一定有偏 一定有偏心 盡量有偏心 我希望有二位五十七歲的議員 你也有參與得好 他參與比較不夠前的 是不是你說好 沒有都很好 也沒關係 至少倒立的是 有可能這個利益 你也跟這個利益 你都跟你活動得好 你可能給他的錢就更多 但是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制度性 是 我給你調列資料 110年 因為有所謂的專案的部分 有190個民徵 民徵庭案那裡 發了870幾萬 111年有276個禮 又跟你申請專案 又花了1520萬 112年有348個禮 他又跟你要了1900多萬 到今年這個時間點 有347個禮 跟我們民政局申請專案 也花了1900萬 局長 我說得很抱歉 是 我像你的當時 南市政府的最大局 而且 你的領導統一 我們都看在眼裡 屬於你對每個議員 都很公平公正 但是 由這點我們可以看錯 我說得對你很抱歉 就是我們民政局 想要把權力掌握在民政局 因為你要藉由這樣的一個資源 的分配 可能議員要去拜託你 可能理要去拜託你 理長要去拜託你 然後申請專案 我感覺說 你是不是可以從13萬裡面 你這樣子一年 距離說以今年來說 1900多萬以649個禮來評分的話 台南市一共649 你只要一個禮多3萬塊 你是不是可以在預算的分配裡面 13萬給他們多了3萬塊 甚至多了5萬塊 讓他們有一個基準之後 你基本可以掌握的資源可能變少 但是你一樣可以去分配所謂的專案的申請 這個部分拜託民政局長 還有我們民政局 能夠去研究一下 我想有很多例 他覺得身心轉了 他也覺得很熱鬆麻煩 所以這個部分 有關係 有關係 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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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其實我來給我們說明一下 有人是這個理長 他們的習慣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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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理長 都一定很想辦活動 像這個 去新鮮幾次 是 有的理長 就是說 民眾是怎樣 有辦得 沒有 就像其他服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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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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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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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會去兩國 其實民進局 別說我做局長還是什麼 他們也不是說要人家 議長 不然這樣子 我們反觀 就像我們 議會議員 可能在社會局有一些所謂的 額度 讓社團來申請 譬如說我們有一個議長輩 每個議員有一些額度 讓社團來申請 那你是不是把這個金額調整 之後說說 你每一個理 除了13萬以外 你們大概有多少的額度可以來申請 超過的部分 你代做所謂的妝案 這樣就好嗎 這部分我們都會來調整這個 這個去從那個分配下 因為它固定的股市內地 要怎麼開門 我們盡量把它做更方便性 這個部分 這部分我們會朝下這個方向來努力 好 謝謝局長你請坐 那個交易局長 我想剛才 蔡立衛議員講的那個 交易產業公會的部分 我一直搞不太清楚 為什麼去擔任 教育產業公會的理監事 他們一個禮拜 只要上兩堂至四堂課 這是什麼邏輯 這個當然就是 他的庫主跟他們做一些約定 就是你所謂的校長嘛 他有時候是開會 然後去參加會議 如果這個時間剛好有他有課 那課的話當然他就要排代課 那代課的會用 我們說那你們要自己支付了 大概是這樣 誰自己支付 就是由他們公費自己來支付 公費自己支付代課老師 對 代課費的錢 代課費的錢 我們今天叫老師 在學校擔任行政工作 他們可能課堂的課就比較少嘛 如果是一般的老師 一個禮拜至少要上十六堂課 這樣子沒錯吧 對 對 國小的老師是十六節 十六節 科任這個時景 那國中的話 大概導師十二到十四都已經 他科任的話十八節 好 局長 這個老師去擔任教育產業工會的李市長 或是李監事好 沒關係 他的一個禮拜只要上兩堂課 一個月只要上八堂課 結果他在老師的那個那個 那個薪資裡面可以領到八萬八千七百五十塊 等於一堂課價值一萬一 你知道嗎 衛生局長 衛生局 來 一個醫生在醫院一個診 大概多少錢 如果 如果 如果是依我們衛生所的 那個帶整的話 是三四三五 三四三 三千四百五十 三千四百五十 三千四百三十五 好 請坐 局長 教育局長 一個醫生到衛生局 他一個時間才三千四百三十五塊 老師因為去擔任教育產業工會的李監事 是一堂課價值一萬一 局長 你不要做啊 你不要做教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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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多領多少錢 你再多領多少 十二萬塊 你現在一天上十二點錢做完 拜託 拜託 我手機都二十小時開 對 所以這樣的一個邏輯是不太對的 為什麼去參加教育產業工會的李監事 他們就有這個權力 一個禮拜只上兩堂課 我不知道這是怎麼樣的一個邏輯 你請坐 那個勞工局長 我剛才有問題 你說這個是所謂的勞資的溝通嗎 但是資方是校長 校長不是付錢的人耶 錢不是校長拿出來耶 你們所謂的資方是因為 你說校長是資方 老師是勞方 所以他們勞資協調之後可以 那就這樣子 如果今天老師的薪水 從校長的薪水領出來 校長會同意他 一個禮拜只上兩堂課 一個月領八萬八千多塊嗎 我覺得這個部份不太符合所謂的勞資糾紛 勞資的協調 這個部份我請教一句 針對這個部份還是要去檢討一下 好不好 是 請坐 那個激發局長 我們台南市一共有多少個大小的工業區 欸 七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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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一共七七個 你們舉你給我的資料是七十一個 沒關係 七十一七十七都沒關係 我還在台南市是工業區蠻多的 但我們就工業區所謂產生的試驗被記物 可以往哪裡去 你看一下 我們的南科園區 一天有兩百四十公噸 南科工業區 目前只有保留用力沒有建廠的計畫 柳科有八十公噸 目前可能還在評估當中 是 陳希洪化爐有九百公噸 永康洪化爐也有九百公噸 沒有錯嘛 我們目前台南市可以處理垃圾的洪化爐 應該是這樣子 沒有錯 你知道嗎 陳希洪化爐當時興建的時候 已喜愛著民生垃圾的處理 不能做所謂的事業被棄物 但是一段時空被解 所以才開放讓事業被記物進去 結果只開放沒有 現在沒有辦法 台南市有七十五台南市 七十七個工業區 全部仰賴這三個 那個洪化爐 甚至南科園區的洪化爐 應該也不接受他們園區外的事業被記物吧 不接受嗎 不接受 他們只處理他們自己園區的事業被記物 那其他的全部要往陳希跟永康 你覺得這樣的一個制度 對於洪化爐 像陳希愛著民生垃圾的洪化 永康也快要見那個建議了 他那個洪化爐 未來台南市的事業被棄了 被棄了 這個洪化爐的洪化爐 什麼洪化爐 對於現在事業被棄有分不來中 現在有幾個措施 包括煙頭減量這個洪化爐 等的進行 還有一些比較重的那個洪化爐 可以再回收再利用 現在是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局長你講這個太太太官方的說法 垃圾減量推行幾年了 垃圾再利用推行幾年了 問題是事業被棄的問題 一再再而三的發生 所以你說的 這個原本就沒辦法解決了 來我們看一下我們的新極工業區 新極工業區已經開始在出售了 應該也都賣完了對不對 這已經都賣完了 他也沒有蓋洪化爐 當時沒有 當時沒有 好來我們看最近的七股科工區 他預計在末年要完工嘛 對不對 也沒有蓋 那你這兩個工業區 是算新設的工業區 那如果一被棄物清理法的第三十二條規定 要不要看他們的園區裡面設置的工化 這幾年了 我們可以買東西 它是區內或區外都可以啦 是 區內又出 區外要到哪裡去 目前像七五我們有到 那時候有幾個地點 一個是到陸草 一個是到那個大花工業區的 所以說是在區外 你知道那時候新運到區外 他們工業是運費又比較貴 對不對 那這兩個工業區當時開發 可能我們一七月被棄物清理法來說 還沒有規定說工業區一定要 開發工業區一定要設置風化爐嗎 是 所以他們可以這樣子開發 未來 依然有機會 你們這兩個園區裡面自己蓋風化爐 有沒有這個保留地 這國他們 有年的條件 所以我們也一定要設置的環保設施用地 這國現在有1.80公頃的環保設施用地 未來有那一步我們再想看看 還要我們處理 因為現在有些現地的處理方式 比以前比較乾淨 我們會被太麻煩用 好 那個局長 七股工業區 我們市政府需要負擔多少間備 七股當時是用地 就是在中環 我們只出地嘛 對 那這個開發廠商全部出開發經備 是 對不對 然後以他開發的金額去分配土地出售 這樣對不對 他沒有土地的 應該是說他的成本 出售土地回歸他的成本而已 是 他並沒有說分攤土地 沒有啊 就是地賣多少錢給他多少開發經費嘛 他有一定的 你現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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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的管理費而已 8%的可以賺8%就對了 是 我今天開發一次可以賺8%的 是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局長 當時七股工業區 還沒有開發 還沒有開始做的時候 或許在那個 被欺負清理法裡面 沒有醫法規定一定要設環保 但是我相信 在七股工業區要開發之前 這個垃圾廢棄物 事業廢棄物 屬於問題就發生了 那個時候 如果我們這個七股工業區 這個廠商 開發廠商 把這個混化爐 列入所謂的開發經費裡面 是不是 今天七股工業區 你至少 你的公共設施保留 那個變更的部分 可以減少 甚至 你跟七股工業區 蓋好之後 你就有一個混化爐 可以讓這個園區來輸用嗎 是不是這樣 真的 我覺得你需要去往往補一下 對 因為我們現在 在三環差 然後那個原因 一直是 好 那我們最近 好像在圍規的哪裡 又有一個什麼 健康園區 是的 健康園區的開發 它應該就要符合 所謂的廢棄物七體法 第三十二條規定 一定要在這個園區裡面 設任環保圖 那個混化爐 應該是說 處理措施 不是混化爐 不是混化爐 對 那是處理措施 對 那該要做什麼 因為現在有很多 包括現在 雷劫的方式都出來了 所以現在的討論說 比台北一定是混化爐 也不然有台灣的黨 都會很煩惱 所以想看我們其他地帶 混化爐有什麼 混化爐有什麼 人家也會有染 這是空虛的無味 齁 文化就怕會有染 這樣我們城塞就過會有染 不是 我們一個區域 現在又蓋一個新的 都城塞就有染 因得上現在的技術 比以前提升很多 所以說 我們就沒有講 它一定要做混化爐 不是 局長我意思是說 你家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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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去外面 你不要再去外面 是 城塞文化爐 他董事長阿修民生熱社 沒有試驗會修 我們現在台人的 試驗會修 何屈何從 什麼都開關 對 所以這個部分 你為了再開發一個 新的工業區 這個部分就是 你的熱社要怎麼處理 試驗會修 怎麼處理 這個原因就要自己解決 對 基本朝正方向點 這個部分再麻煩你一下 是 謝謝